今天这个嗓子不是特别舒服 对 今天的专题的内容 就是复活节岛的大头 有人说这大头是不是真的 这大头是真的 这是真的存在的大头 然后 因为文案是 到时候我们日后再给 想要文案吗 日后再给 复活节岛的大头 这个 这故事 我们从哪说起 因为文案做的比较碎 所以我们从 还是从我小时候说起 我小时候看过一本书 这本书可能就大概在我初中的时候 就叫世界未解之谜 我其实 就是世界未解之谜 最吸引我的 其实就是复活节岛 说实话 你小时候你跟我说 说那个 什么 什么百慕大三角有多神秘 什么什么 这个月亮背面有多神秘 我觉得那也没什么神秘的 因为就是我 我十几岁时候我就觉得那 没啥神秘 这有啥神秘的 但是这个复活节岛 我觉得挺神秘的 因为这个首种之虫 这老漫画家 首种之虫 他画了一漫画的三眼童子 那三眼童子中间有一个 有一大段剧情 就是在复活节岛发生的 所以 这个世界未解之谜 加上这首种之虫 这漫画 就让我对 对 就梳皮刘这人头 然后就让我对 这个复活节岛 说为什么 说当时的人要盖这么大的大头 他们有没有身子 然后他们在北约三十八 那么多神秘 这他们为什么 他们这个下半身在干什么 他们的手在干什么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他的手 请把你的手露出来 为什么他们这头这么长 这么粗 这么大 他们在看什么 有人说 说他们都是斜上四十五度角 在看着什么 然后 当然有很多问题 就说 这怎么盖的 怎么建的 这么大的东西 他怎么建的 古人怎么建的 这个古人 跟现代人一样 他要是个贱人 他就是特别贱 他要不是个贱人 他就不贱 所以 这个就是 然后怎么运的 怎么把它立起来的 小时候看这书 特别特别的好奇 就说 这个故事真的是 很引人入胜 后来 二十多岁的时候 读了一本书 就是那上帝的指纹 上帝指纹这本书 讲的是母大陆 母大陆 我们曾经在 费城试验里的给大家讲过 一会我们还会继续给大家 还会提到这个母大陆 还会提到那个歌几个 写母大陆 这个上帝指纹里头有一个观点 就说这个玩意儿可能是史前文明 可能很有可能是史前的文明 踩到史了 所以他修了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这史前文明 为什么会有史 为什么会踩到史 是因为有外星人帮他 因为这史前文明 怎么有可能 他们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文明 这么高的技术 怎么可能能修出这玩意儿来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 说这可能是有外星人帮的 所以实际上这上帝的指纹 或者说这母文明 母大陆 其实说的是远古外星人理论 远古外星人理论 一会儿我们还会详细给大家聊 其实聊的还是这些 关于这复活节岛的传闻太多太多了 我觉得就算是你不知道这故事 你可能一听说这复活节 就是你一看这又长又粗的这大头像 你也知道 你也能说出点 比如说还有人说说 这个玩意儿上边有飞碟 有人说有老有飞碟 在这个岛的上空飞过 对海尔兄弟里头也提到过 那就是母文明 那就是母大陆 这就是这个故事大概的传闻 那咱们今天就跟大家 好好地揭秘一下 揭示一下这文明 这所谓的母大陆文明 或者说这复活节岛 这本身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它神奇不神奇 复活节岛 这复活节岛 这是咱们的这个 给的一个中文翻译很长啊 复活节岛 复活节岛是地球上 咱们现在这个地球上 最孤独的一个岛屿 没有之一 这个岛真的是太孤独了 因为它的面积 特别特别的小 它的面积只有163平方公里 这个岛是一个三角形的小岛 它是一个特有意的倒三角 你看像什么 像个内裤 就是明明是个内裤嘛 这是一个三角形小岛 在哪呢 看一下地球上的位置 在智利东海 大概3600公里 外海 它离这大陆3600公里 才能到那智利海岸 这为什么说它是最孤独的一个岛 除此之外 它身边没有岛 它旁边根本就没有岛 这个离它最近最近的一个岛 就是离它跟它最近的有人住的岛 是皮特凯恩岛 离它在它西边2000公里左右 快到这个智利那个地方 这就是离它最近一个岛 它边上有无人岛 无人岛离它也1000多公里 所以这就是这岛地球上最孤独的一个岛 这岛一直到1722年的4月5号 人类的文明 就我们的人类才发现了 哎呦我去 这还有一个岛 这才跟这个岛上人才接触上 在此之前根本就没有人 这岛上一直住人 但是就没有人过来接触这岛 所以你想想这原住民又多神秘 他们怎么来的 对不对 这么孤立的一个岛 他们是怎么来的 别着急 一会我就告诉你 秘密都会给你揭开 1722年的4月5号 西班牙的航海家 他叫雅克布罗加文 咱们中文翻译叫罗加文 其实人家叫洛加文 罗加文 这罗加文啊 率领着一支大概114个人组成的 一个三艘船组成的一个舰队 就开过来了 罗加文发现这个岛的时候 他就在海图上 因为他也不知道这是个岛 崩就上这岛了 所以他就在这海图上 就点了这么一个点 然后呢 那就这岛得有个名 那起什么名 因为这一天是复活节 所以他一动脑子 说就叫复活节岛吧 还行 没说今天是复活节 所以这个岛就叫做泛岛吧 还行 所以 罗加文就给这岛就起了这么一个 复活节的名字 然后从此之后 这复活节岛就广为人知了 现在的人类学界 一般来说 把它叫做 拉帕努伊岛 它叫 拉帕努伊 拉帕努伊 它叫拉帕努伊岛 这是它的真正的名字 19世纪中叶 波利尼西亚人 就对它 给它起的这名 就叫做拉帕努伊 这是波利尼西亚 这是一个大的人类分支 就管它叫这名 岛上的这些住民 原住民 就是拉帕努伊人 劳动节岛 幸好不是劳动节 幸好不是国庆节 要不然就叫 国庆岛了 然后这波拉帕努伊人 他们的方言 他们说的话 就叫做拉帕努伊语 咱们现在没法确切的知道 这原住民 除了把这个岛 他们自己对这岛 当然也有名了 他们管这个岛 叫特凯恩家 特凯恩家 是他们语言里头 大帝的意思 这就是我们大帝 他们曾经管这岛 叫这名 他们图语里叫这名 我们不知道 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名字 我们没发现 据说 有一种从祖先上传下来的名字 据说 叫特皮托特和努阿 叫这个名 特皮托特和努阿 据说 还有这么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 翻译成咱们的语言 翻译成咱们能够听得懂的语言 叫世界的肚脐眼 哎呀 这个说法 就让很多的神秘学者 浮想联篇 怎么就世界的肚脐眼了呢 哎 就很多人 就在这个肚脐眼上做文章 他说这个很惊讶 很惊讶 这个古人 他又没有飞机 他又没有无人机 他也没有航拍技术 他啥也没有 再说一遍 特皮托特和努阿 这个当的名字 就是他是怎么知道 这个岛是世界的肚脐眼 哎 你看这地儿就是世界肚脐眼啊 因为 你看肚脐眼周围什么这个物件都没有 对不对 他离你的两个 他离你下边那个都有一定的距离 他正好在你的肚的正中间 是不是 所以这世界肚脐眼多形象啊 这个岛 这明明是世界内库嘛 所以大家就很多的神秘学者 他就不理解 这古人是怎么知道 他们是世界的肚脐眼呢 一直到了后来这个航天飞机的宇航员 鸟看地球的时候 才发现 嗯 这种教会完全没有错 因为这个复活节岛 就孤单的在太平洋上待着 所以确实跟一个小小的肚脐眼 一模一样 难道 这古代的岛民 这岛上这些原住民 他们也在高处看到过自己这个岛吗 哎 他们难道是借助了什么力量 看过这个岛吗 那么 如果说他们看到过这个岛 那么又是谁 把他们带入到高空了呢 哎呀 这帮神秘学者就开始做文章了 尤其是 刚才这一段出自咱们国内的一篇文章 就是中文的一个文章 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实际上你想多了 这个世界的肚脐眼 其实说的不是这岛 他们这个图语里头 这个说的世界的肚脐眼 说的是 你现在图片上看见的这个东西 这东西是岛上的一个火山口 它才是世界的肚脐眼 世界说的是他们这岛 因为刚才说了 他们那岛人家图语里 是大地的意思 这岛就是对于 人家这原著名来说 这就是人家的世界 这世界正当界 有这么一大火山口 有这么 而且关键上 它还不止一个火山口 它有三个火山口 它还 它有一大圆火山口 所以人家火山口 哎 这可巧了 人家管这一条肚脐眼 这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 是我们这大地上 有一个肚脐眼圆的 没啥神秘的 对不对 后来有一语言学家 他也叫丘吉尔 他是W丘吉尔 他不是那个打仗的 丘吉尔 他说 他说我告诉你 其实就这世界的肚脐眼 这个翻译 都是好多神秘学家 牵强附会的 根本就不是肚脐眼的意思 人家这 这这这 这谷语里头 他很有可能 意思是说 这地是大地的尽头 不一定是大地的肚脐眼 哎呀 不过呢 这个复活节岛 确确实实有好多好多 特别特别奇怪的地方 首先 他位于 感谢细语小孩 呢喃细语小孩 首先 他位于南北27度 你看 我跟你说的多奇怪 他位于南北27度 这个地方南北27度 你打开地图 你看看 他应该是什么 他应该是压热带地区 对不对 气候应该是特别特别暖和的 他是大约在 这个一百万年前 由海底的三座火山 砰 射出来的 射到海面上 形成了这么一个岛 这个地儿又暖和 这个地儿 按理说 你是一个火山岛 火山形成岛 这岛上应该有丰富的火山灰 这应该是有利于种植的 应该土壤特别特别肥沃 理论上 他应该跟其他的玻利尼夏人占领的岛屿是一样 是一个亚热带的天堂乐园 气候特别好 可是当罗家文 这部航海队第一次到这个岛上的时候 他对这个岛上的印象是什么呢 是一个荒岛 他是一个荒岛 他当时在他的日记里说 他说我当时还没有靠岸的时候 我在远处 我远距离观察了一下这个岛 然后我发现 眼前出现的是一个沙漠岛 我看到了一块小沙漠 然后 结果等他们靠岸了之后 他们发现 这岛上很多的植物都枯干了 都烧焦了 真的就跟这个沙漠一样 说我第一眼看到的这个土地 就是特别特别贫瘠的土地 感谢泥南细雨小孩的大飞机 感谢泥南细雨小孩的大飞机 罗家文 他的第一印象特别特别的准确 你看啊 这复活节岛是一个草原 但是没有任何高于三米高的树木 植物学家后来在这岛上 一共发现了47种在这岛上 土生土长的这个植物 高等植物 大部分都是什么草本啊 蕨类啊 只有四种特别特别矮小的灌木 野生动物里头 除了外来的老鼠和一种小蜥蜴 有可能是本土的 没有任何一种大昆虫 没有什么大过昆虫的动物 也没有大型的昆虫 都没有 没有蝙蝠 没有鸟 这地连鸟都没有 连家养的动物都没有 只有鸡 这地只养鸡 啥还没有 当地人主要靠啥活着 就靠种点甘薯 甘蔗 种点香蕉 就吃这碗 当时罗家文登陆的时候 发现这岛上的人口 统计了一下 只有2000人 但是很明显 这2000个人 属于玻利尼西亚人种 因为光看脸就能看出来 他们是纯粹的玻利尼西亚人种 而且他们的语言 也讲的是玻利尼西亚语系的方言 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 在1774年访问这个岛的时候 曾经他那船上有一个 从大西地来的一个玻利尼西亚人 他这人不会说他这的话 但是他上了岸之后 他马上就可以跟岛上的居民交谈 这就说明他们都是玻利尼西亚人 然而 玻利尼西亚人 他的航海技术非常的高超 连后来大航海时期的西方殖民者 也不得不服 说这帮人 我天哪 在整个太平洋地区 竟然开拓了这么多的居住点 这是怎么过去的 你看看 连地球上的肚脐眼 他都能占领 都有玻利尼西亚人 但是特别让他困惑的是 当他去看这复活节岛上 说你们也是玻利尼西亚人 你们有没有高超的航海技术 结果这些人很懵逼 很陌生 说你问的是啥 船是不是 说船我们有 后来就带这个罗家文去看这船去了 结果他就在整个岛上 他就发现了有三四条 特别特别简陋的小滑子 这小滑子小到什么 三米长 最多最多就坐俩人 然后用几个小木板 简单的给绑在一起 因为木板和木板之间绑不紧 他中间漏水 对不对 他没有漆 这个地方没有油漆 然后漏水 漏水特别厉害 所以他们这个船 有一特点 就是说你要想坐他们这船 他是一个人划船 一个人往外快水 他是这么着 在划这个船 所以这个船上只能坐俩人 这样的小船 只能在岸边行驶 滑出去三十米 估计就没戏了 估计这船就回不来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航行到深海 这又让后来那神秘学者 神秘学家们又开始做文章了 你看这个地方连船都没有 就他们这个船捡了 那更说明这些人来的莫名其妙 对不对 然而 就是在这片贫瘠的落后的土地上 竟然出现了 让罗家文非常非常不理解的东西 这是另一个杜琪尔 这是另一个杜琪尔 非常非常非常不理解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当地有一个 这玩意儿 雕塑 这东西的名字 学名啊 咱们现在都一说 说这个这种玩意儿叫什么呀 我考考大家 知道的 就是你如果在哪看过的 你就别说了 它的学名 咱 我考考大家 感谢泥南细语小孩的打飞机 感谢泥南细语小孩的打飞机 咱考考大家 这玩意儿学名叫什么呀 我估计啊 可能你跟我一样 我在长期以来 我都管这玩意儿叫 复活节岛的石像 我不知道你怎么称呼他 这玩意儿的学名叫摩爱 摩爱 名还挺萌的 摩爱 就是这么贫瘠的 这么落后的土地上 竟然出现了大量的这种巨大的石像 摩爱 现在已经发现了 一共有887尊 这么多 大多数是在这个岛中间的一个采石场里 雕刻完成的 这一个大的采石场 雕刻的 然后其中有288尊 雕完了之后 被运到了这个岛的各地 各地的海岸上 有一种被称为阿湖的地方 阿湖这个地方 就是排列起摆这个东西的地方 他们现在这个海岸上 他们这个基座就叫做阿湖 这是一种海滨祭坛 就是祭海的 最远的运输距离 是长达了10公里 我找到了一张他们岛的旅游图 然后 这红线两端 看看海岸这一端 就是阿湖 然后 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 就是那个采石场 你从这采石场运到岛的那一端 这有大概有10公里长 所以 这么远的距离 这么远的距离 这采石场到今天还扔着397尊 没有雕丸的 还扔在这个采石场里 还有这个 还有这头像 还有这个这个表情 还挺逗 还有397尊这个雕像 就扔在这采石场 到现在没有雕丸的 其中有92尊 遗弃在运输的途中 就是扔在全岛 散落在那个运输的路上 这些摩埃 这些摩埃 它们大多数是用比较柔软的 质地比较柔软的一种叫做凝灰岩 什么叫凝灰岩啊 就是火山灰长期累积成一种岩石 这种岩石很轻 它很容易雕 它就是大多数都是用这玩意雕的 还有一小部分用的是火山岩雕刻 稍微稍微硬一点 这摩埃这东西有多大 这因为咱们这个照片没有个参照物 摩埃这个东西平均的高度 大概是四米 而且它很重 它的平均重量是12.5吨 最大的一座摩埃 就是在这岛上现在存在的最大的一座摩埃 是21.6米 重大概160吨到182吨 但是这么大的一个摩埃没有完工 就扔在那彩石厂里头 最大摩埃 完工里头的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被做出来的这个摩埃 最大的高9.8米 就10米左右 然后呢重大概是174吨 就大概就这么一个 摩埃这东西特别有意思 如果你仔细去看图片的话 你会发现没有任何两个摩埃长得是一模一样的 它们都是不一样的 可是它们长得又十分的相像 大部分是根据同一个样式雕刻的 但是雕刻出来的长相全都不一样 摩埃 他的手在干什么 摩埃的手到底在干什么 把你的手露出来 你的手在下面干什么 摩埃这个手啊 不知道干嘛 因为他这个摩埃 有人说说这个底下 说有神秘论者还画了一张图 说那摩埃头露上了 那下边是一个人扯淡 这摩埃的长度 他就到这个宽度 他就是一个半身像 他就是这个宽度 感谢王寒厚 感谢王寒厚在打飞机 他就到这宽度 他的手啊 就放在身体的两侧 这张就能看得清楚 就是他的手就放在身体的两侧 然后这就是摩埃的 他的整个的姿势 就这样 然后他的 他是有手指头的 他两个手的手指头 如果你仔细的看 很长啊 在这个基座的最下边 看见了吗 能看见吗 就是离你最近这一个 你看他那个腰上 好像像缠着个腰带似的 那不是腰带 那是特别特别长的手指头 感谢老白 那是他的特别特别长手指 所以他的手确确实实是放在了他的小腹这个位置 除此之外呢 摩埃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头部很长 并且他总是注视着前方 大部分的摩埃 总结一下吧 大鼻子 薄嘴唇 长耳朵 伸眼窝 当然啊 就是摩埃呢 也不都长这样 也有长得比较喜感的摩埃 就是不是说都没有眼睛 也有的这个摩埃 他有特别深邃的眼睛 当你长时间瞪着他这个 盯着他的眼睛看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他的深情 这个眼珠子啊 这眼睛是拿 这眼白 是拿这个深 就是眼珠子拿深色石头做的 眼白是用珊瑚做的啊 大约 哎对 就是这个摩埃 你现在看见这个摩埃 你说这头上顶的是什么呀 这个头上顶的这个东西啊 叫普考 就叫普考 不知道他是什么 有人说这个是一个帽子 有人说这可能代表他的头发 这要是头发的话呢 那这个造型师可能早被打死了 所以这更当是个帽子 就是大约有50到70吨的这个摩埃的头顶上 确确实实就放着这个帽子 戴着这个帽子 你看这个摩埃就很可爱 这个感谢泥南的细语小孩开的游侠 感谢泥南细语小孩的飞机办卡 还有游侠 挺可爱 对啊 很萌 虽然这个摩埃 现在 搁现在 这是复活节岛的一个旅游景点 这个现在 因为现在这复活节岛 它就是靠着这个旅游在 在生活 生存 这个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风景 当然这也是复活节岛 最大的一个特色 你到复活节岛 你不看这玩意 没有什么看的 但是它也是最让人疑惑的风景 这罗家文啊 他当年到了这岛上 他就说啊 他说这个石像 就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让我震惊了 因为他没法理解 说这些人 没有木头 没有大块的木头 没有工程器械 感谢细语小孩的第三个大飞机 非常非常感谢 咱们那个 我待会讲完了专题 好好写一下 咱们先讲专题 然后他不能理解 他说没有任何的工程器械 他们甚至做不出这个结实的绳子 他们当地绳子都特别特别的这个软 说这帮人是怎么拿这么简陋的工具 把这帮人立起来的 咱们不说怎么怎么运他了 就说怎么把他立起来 四米高的东西给立起来 这罗家文的这个疑问 一直到了今天 还是被很多的神秘学者 很多阴谋论者 还在不断的提出 也不断的有人试图给出种种的答案 特别是这些神秘学者 所谓的古文明 母文明 我们在之前的 费城试验的那期专题 我跟大家提到过一个大姐 给大家提到一个大姐 这大姐 她就是这个所谓的母大陆文明的 母大陆理论的这么一个创始人 找找大姐的照片 大姐 大姐的名字 听过那期节目的朋友肯定没有报 布拉瓦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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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伦娜 布拉瓦斯基 这姐姐 如果你关注神秘学领域 这姐姐太有名了 当然就是咱们普通人可能没听说过 但是她就在这神秘学领域里 那个真太有名了 她是一个大名鼎鼎的神秘学主义者 她是一个世界著名灵媒 她是一个知名的探险家 她还创建了一个巨大的组织 叫神学会 是一个宗教信仰 这姐姐的后半生啊 天天在做报告 各种各样做报告 各种各样的去搞什么这个这个讲座什么的 这海伦娜 布拉瓦斯基 这大姐啊 咱也不能说她就是一神棍 其实这大姐 我还是挺佩服她们 她1849年的时候 她作为一个女性 当然作为一个长成这样的女性 所以她有资本去全球旅行 其实你想想当时1849年 你去旅行 那时候没飞机 船坐到哪都好几个月 你想想 这时候有一个破例 一个女性有破例 说要环球旅行 而且她绕地球可不止走了一圈 她从1849年 她就开始环球旅行 而且她去的那个地方 都鸡脚甲蓝的地方 什么探访北美印第安古部落 中南美的古文明 然后到印度去什么 寻找这个遗失的古部族 寻找什么这个精神力量 然后她还去过咱们国家的西藏 她还跑到西藏去练过灵修 跟活佛练过灵修 这大姐真的是 当年19世纪中叶 这也算是一个 这也算是一个 你想想当时你能完成这么一圈的 那已经是名人了 对吧 就已经你已经是超长的人了 后来呢 这大姐 她人旅行是一投资 那会旅行费用也高 风险也大 但是她的目的是干嘛 她的目的是写书 她在当年就写了好多的畅销书 卖的都特别特别好 这大姐的特点就是 敢闯敢干 跟谁都敢干 就敢闯他敢干 反正都 长得也就 就呵呵 所以这大姐在一路的旅行中 她认识了很多的人 她也有很多的 因为你想当时能长途旅行的 肯定都是社会上的名流 所以她在整个的社会上流阶层 就有一定的影响力 好多人信她这一套东西 就跟你现在这个有钱人 说这个请个人波切吧 请个人波切到我们家住一住 没事给我们讲讲经 给我们练练这个灵修 给我们练练双修 最后弄的说北京朝阳区 弄出30多万人波切来 这就有点那意思 这当时的这社会风际也是这样 说这大姐又能通灵 又又能搞灵修 然后又有一系列的传奇故事 所以就很多人就喜欢跟她结交 1875年的时候 这大姐你想她名利双收 又能写书 又是畅销书作家 又认识一大票社会名流 所以这时候她有很高的影响力 她就创办了一个组织 这组织就叫神学会 神学会 这神学会 这logo你看一下 你就觉得我靠 这logo可吊炸天了 这logo啥都有 中间是犹太人 然后有十字架 有犹太人 有蛇 有万字符 上面还有古兰经 边上还写着英文 这个 没有哪个信仰高于真相 他敢说这话 他敢说这话 就是什么意思 他这个是一个复合教 他这个理论 就是什么呀 他说这个地球上 没有信仰 就是你们之前信的那东西 都别信了 都别信了 因为这个地球根本就没有信仰 都扯淡了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呀 最重要的就是真相 啥叫真相 你看 所有这地球上的信仰 都有一些共通的内容 你看所有的信仰里头 都有上帝 都记录过大洪水 都有过方舟 都有过古老的乐园 伊甸园 就是所有的这个里头都有这个故事 为什么 他经过他多年研究 他就想明白了 他说这很容易解释 因为这些部分 共通的这部分内容 就是一个文明 他就是一个古文明 某一个高等的文明 在上古时期 在人类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然后他们就来到了这个世界 教会了地球上这些古民族 基本的知识 然后 教会了他们生活的技能 留下了相同的传说 最后 这古文明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一下就神秘的消失了 所以他留下的就是 给我们的遗产 所有的宗教啊 神话呀 其实他们通通都是在描绘 这同一个古文明的不同版本 是因为我们生活的地方不同 我们的语言不同 经历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这些各地的人 只是在描绘不同的版本而已 这个理论体系 就是重要的母大陆 母文明的这个体系 他创建的这个神学会 也是咱们人类第一个 复合宗教 就真真正的复合宗教 这学会 这神学会这个宗教 它的教旨是什么呀 就是去寻找这个古文明 古智慧 现在这古文明 古智慧 有一个时髦的说法 叫远古外星人 他没说明白 当然现在都叫远古外星人 后来到了20世纪 这个印欧大陆 古智慧理论 还指导了纳粹 神秘学和人种学的发展 这个我们在纳粹的那一期 这个纳粹神秘学那一期 也给大家仔细的讲了 那个你听那回锅就完了 所以这对后世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等到了二战之后 这海伦纳布拉瓦斯基 他的这个理论就变成了一个流行的文化 很多人啊 都是喜欢听这种神秘主义的 这种神秘主义者的这种故事 人家是用自己的双腿 用自己的身体拼出来的理论 所以很多的人啊 就觉得这个姐姐了不起 他见到的一定是真的 你怎么反驳他 后来有很多的这个作家 就是变成了他的信徒 比如说上帝的指纹那作者 汉考克 格瑞姆汉考克 他写了上帝的指纹 写了失落的约柜 写了这两本书 他就是这穆大陆的忠实的拥护者 这就是 这就是那穆大陆 当时还有一个人 他也特别特别的喜欢 这穆大陆的文明 这个 就是瑞士有一作家 这也在我们的费城试验里 也出现这人了 伊利西 冯 丹尼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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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个冯姓 他在大概 这个二十世纪初夜的时候 他写过一本 上帝的战车 这本书里头就提到了 复活节岛 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 这本书是一本 结合 外星人 UFO 古文明 母大陆 的一个书 这上帝的战车里头 把直接把这个复活节岛 这些这个 这个雕像 就拿出来作为一个 这个古文明存在的证据 这外星人这个来过的证据 就把这些摩埃 就当成了 这么一个东西 就写到这书里了 这战尼肯 现在还活着呢 如果光看他的照片 感觉是很有趣的人 感觉是一个 好像很好相处的人 战尼肯后来也是 因为他成了畅销书作家 他到处去考古 但是他这考古都带银号 到处去发掘神秘 人家考古都是去真的考古去了 他是到处去找 这地儿有没有外星人 这地儿怎么能再胡走一下 能够把这个事 跟外星人走一块 所以这战尼肯 后来他跑到这个复活节岛上 他看完了这个摩埃之后 他当时他就 他就确定了 他说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 肯定不是人类能做出来的 这一定是外星人 用超现代的工具制作的 外星人为啥要做这些呢 他在这个岛上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他得出了一个令人非常困惑的结论 他说呀 外星人为啥会在这个岛上做雕像 这个雕像是一种信号 就像你输落荒岛 你在拿石头摆SOS是一个岛 他说这些 他们就在这儿雕这个雕像 雕完雕像以后 把它竖起来 四米高的雕像竖起来 这样远在几百光年外的 他们的母星 就能够看到他们竖起来 这四米高的雕像 然后 这个 他们就派飞船 把这些外星人接走了 这些外星人 为啥会沦落在这个岛上 不知道 有可能是飞船失势了 因为他说呀 你看这个岛上 不是有杜奇尔吗 这个岛上这个杜奇尔 你觉得它像是火山吗 但你肯认为 这明明是飞碟的着陆点呢 这么圆的 你看多圆啊 这明明是飞行器的着陆点啊 怎么能说它是火山口呢 所以经过他在这个 复活节岛上一系列考证 他得出了这个结论 后来四米高的这个雕像啊 救了他们 人家母星从几百光年之外 观测到了四米高的信号 然后就把他们就派了一个母船 过来把这飞船修好了 于是他们匆匆的离开这个小岛 留下了停留的痕迹 留下了这个杜奇尔 无线电话 这个你说我 咱怎么反驳他 因为这不用我反驳他 其实当年他说出这个理论 他自己都特别困惑 因为他解释不清楚 为啥几百光年外的文明 需要在这没事叼 那你说就竖点东西 你竖点垫根好不好 你竖个四米 你叼这玩意干嘛呀 就这玩意有什么神奇力 他自己都解释不通 所以这个他自己都特别的困惑 这本书啊 写的挺失败的 因为自己没有解释出自己的 这个看到这个图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就是他自己都没解释通 没人相信 也不值得咱们去反驳了 其实啊 在岛上能找到很多 就在采石场里 就能找到很多 遗落在那的工具 这些工具就是什么石斧啊 用玄武岩雕出来的石斧 坚硬的玄武岩雕出来的石斧的残骸 这个当地人管这玩意叫托鸡 这些东西就是用盾了 他们就给扔了 大家直接就扔到地上 摩埃其实就是用这些石器雕刻出来的 根本就不是外星人 外星跟外星人什么关系都没有 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 挪威有一个著名的考古学家 海尔达尔 他跑到这个地方来 就来做考古发掘 然后他就发现了大量这样的 遗弃的这些托鸡 然后他就问当地人 说这个东西干嘛用的 当地人说 这个东西是我们刻那石头用的 他当时愣了 不是说这石头是外星人 不是说是个未解之谜吗 当地老乡 啥未解之谜 你问我们村长 都会弄 这东西有啥不会做的 我们村长一带一带都留下来 手艺都在 后来这个海尔达尔 就觉得特别困惑 说说的这么热闹 那么热闹 咋这手艺还在呢 于是他就问 他就找了当地六个人 说这个你们就能不能用这个石斧 帮我用古法 给我刻意摩碍 你们不说手艺在呢 这六个人当时说 给多少钱吧 你给多少钱吧 你这假的这现在这玩意 这都有这个工具啊 这你手工作这东西不划算 说你给多少钱吧 后来谈好了一价钱 后来这六个人都答应了 说行 那我们就用我们村的古法 给你刻意摩碍 结果这六个哥们干了三天 就辞职了 太苦了 因为太苦了 他们这工期啊 就是方法还在 也刻出点模样来了 但是这 估计了一下 说这六个人 就这六个人干 得干多少时间 大概得干一年 才能把它给刻出来 就是才能刻出一尊这个摩碍 如果要雕刻那最大的摩碍 大概也就是二十个人 干一年的时间 所以这事搞清楚了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现在 这考古学家们就开始 不断的组织当地 有古法的这些人马 用原来的办法 搬运雕刻 树立起这个摩碍的复制品 你只要能弄出来 那不就说明 这东西是人造的吗 美国有一考古学家 叫范提尔伯格 他就设想 他说这个东西 怎么那么神秘 说这玩意怎么立起来 四米他怎么立起来 他们的绳子也不行 所以呢 他就提出了一个 这个设想 他说这东西应该是 他们先把这摩碍 躺着雕出来 雕完了之后呢 把它放平 底下这个抽上木头 给它底下这个垫上木头 然后用这木头当轮子 在地面上撒上水 然后减少摩擦 把它一路给拉到那个哪去 拉到这个海岸上 再挖一大坑 然后再把这个石头给立上去 然后再把这坑填上来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摩碍都是半截的 就是你看不见 它的手在干什么 都是埋到 有很多埋到这个下巴 因为这必须埋起来一点 要不然它立不起来 这就是摩碍的那个方法 于是呢 他用计算机模拟了一下 他发现 大约只需要70个人左右 用木头 用绳子 都不用太结实 其实这种方法 大概五天 他就能把一个 已经雕好的摩碍 立到那海边上去 然后这个摩碍 大概十吨重左右的复制品 大概就是五天的时间 他们就能干 1998年的四月到五月间 好多人家 跑到这个富国街岛 就实地的模拟了一下 立起来的这个过程 还拍了一纪录片 考古学家们 对这个古 拉帕奴医人 到底是怎么搬运 树立这摩碍 到今天还有一些争论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大概的方法 就是这么个方法 因为重要的是 不管这拉伊鲁人 他具体用什么方法 根据当时的条件 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跟金字塔是一样的 完完全全是可以做到的 几十个人搬呗 反正有人对不对 树一个摩碍在那 挖一坑树进来 不就挖个摩 但是令人困惑的是 这木头和绳子是哪来的 因为我刚才说了 骆家文 他到了这岛上之后 他发现这个岛上 连超过四米高的树都没有 连超过三米高的树都没有 他这木头和绳子 哪来的 这么荒的一个岛上 怎么会有木头和绳子 对不对 而且 这么贫困的岛上 这居民 为什么有工夫去叼这玩意儿 为什么要去搬这东西 为什么又突然就停止了 这时候我们要请出咱们科普的大拿 方舟子先生了 方舟子先生对这个过程 对这个岛 以及拉伊努人的故事 进行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考证 结果他发现了一个惊天大咪咪 为什么这事会沉迷 很重要的原因是 在跟欧洲人接触之前 拉帕奴伊人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这事就有点问题了 因为没有历史能记载 没有历史记载 就没有办法能回答这些问题 对不对 复活节党上 其实是有一种象形文字 但是这种文字 这种文字名字叫 朗格朗格 他们的名字就是朗格朗格 把你抓走死怒死怒 朗格朗格啥意思 会说话的木头 说这木头上会说话 刻上字他们就会说话 但是按照 很多人都说 这是一种象形文字 咱们只要破解了就行 结果不是没有人破解 后来有人破解了 破解完了发现 这文字不是什么古文字 这是跟西班牙人接触了之后 他们看西班牙人 没事老在纸上写这东西 所以这帮人自己也动脑子 说那咱们也在这个木头上 写点东西吧 所以这就是他们 在那个 那个跟西班牙人接触之后 才出现了这么一种文字 然后受这西班牙人影响 然后他才发现 那才发明了这么一文字 1996年这种文字被破解了 结果发现这些文字 不是什么古文明 这些文字只是一些祭祀的宋歌 然后什么这个创世的故事 就写着一点诗 不是历史记者 但是通过考古 方舟子先生还是发现了 这个复活节岛上的历史变迁 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产生缓慢的变化 通过比较同源语言的差异 咱们可以估计出 它分离的时间 咱们前面说过 这拉帕努伊语 是一种玻利尼西亚的方言 它跟这个几千公里之外的 大西地的方言 竟然是一二 竟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 所以这是一种方言 通过跟其他玻利尼西亚语言的比较 语言学家们推测这种方言 大概是诞生于公元的四百年 那么根据这个碳十二的鉴定 碳十二鉴定 这个同位素的测量方法的鉴定 岛上最早的居民 大概在公元的四百年到七百年 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人活动了 已经有人类生活的迹象了 1994年的时候 生物学家从十二具 古拉帕努伊人的遗体里头 提取出了DNA 证明他们确确实实 是跟玻利尼西亚人就是一样的人 就是DNA上 DNA上鉴定 他们跟玻利尼西亚人 他们就是这种传统的玻利尼西亚人 岛上的风俗习惯 种植的植物 你看他们种植的香蕉 甘树 甘蔗 然后这些东西 养的作物 养的这个生物 家畜 鸡 这是他们唯一养的动物 都是玻利尼西亚人的特征 这些动植物 除了甘树 这东西是起源于南美的 这可能是玻利尼西亚人 又从智力给带过来的 但除此之外都是玻利尼西亚人 随身带着的东西 所以现在的考古学界普遍认为 这拉帕奴医人 大概是公元400年的时候 漂流到这复活节岛上 不知道他是怎么漂流过来 可能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意外 他们就坐着他们那个小原来的老的玻利尼西亚的船 然后就漂到这个岛上来 当初这些玻利尼西亚到达这个复活节岛上的时候 这个复活节岛应该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小天堂 因为我们通过花粉分析 可以推测出这个岛上古代的植被的情景 当时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茂盛植被的这么一个岛 现在池塘沼泽地里头的沉淀物 这是一个我们测定地质年代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池塘和沼泽里底下都有沉淀物 对吧 一层一层的这个泥 越上面的泥 是不是离现代越近 越往下边的泥 离现代越久远 对不对 每一层的沉淀物 它的绝对年龄都可以用碳14进行测定 都可以用碳14去测定 显微镜下分析沉淀物里头含的花粉 我们就能鉴定出这个岛上曾经存在过的植物种类 我们还可以计算出它的数量 我们按照概率 按照分布可以计算出它的数量 我们也可以知道大概在哪个池塘附近有什么样的植物 我们大概可以还原出这个岛上的植被的分布情况 所以通过这些一系列的复杂测定 我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果 富货街岛在玻璃尼夏的第一波居民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 不是一个荒地 这地方是一片茂密的压热带森林 森林里头长着一种叫做哈乌哈乌的植物 一种树 哈乌哈乌 给大家找找这个哈乌哈乌 把你抓走 死怒死怒 哈乌哈乌 哈乌哈乌跟谁是近亲 它跟芝麻是近亲 有点像芝麻啊 它的果实是芝麻壳的 这玩意儿它的纤维可以用来做绳子 而且很坚韧 还有一种树叫 托罗蜜罗 托罗蜜罗 这种树就更了不得了 这种树不光很坚硬 它的树很硬 很直 最大可以长到25米高 当然现在没有这么高的树 已经灭绝了 然后它最高可以长到25米高的这么一棵树 最重要的是 这个树上 它还结果子 这果子还能吃 这果子还是重要的粮食来源 然后这个树还特别特别的硬 树浆还可以生产糖浆 还可以酿酒 重要的食物来源 那个时候是一个 这个地方是一个特别特别茂盛的 一个小天堂 就跟所有的这个波利尼西亚人 移居的地方都是一样 那那个时候这岛上有动物吗 有动物 有很多很多动物 考古学家们通过挖掘 比较地层里头的沉积 还有遗留下来的古代垃圾 还有动物骨骼 推测了一下 那个时候的波利尼西亚人 他们吃的主要食物 是鱼 鱼骨头一般会占 过去老的垃圾堆的 90%以上 都是这个鱼骨头 但是复活节岛这个地方 它位于压热带 跟热带的气候相比 它还是冷一些 不太适于鱼类的聚集 和珊瑚的这个生长 而且这个岛的周围 都比较险峻的礁石 它不是有没有浅滩 所以不太适合去浅海捕鱼 所以鱼类从一开始 它不是拉帕奴依人 就是老的 谷的这个波利尼西亚人的主要食物 从公元900年到1300年 鱼骨头突然就在 这个岛上的垃圾含量里头 就大幅减少 就少于四分之一了 相反在所有的骨头中 几乎有三分之一的骨头 是海豚的骨头 在其他波利尼西亚人的定居点里头 一般来说 波利尼西亚人不吃海豚 就是有一些波利尼西亚人的定居点 发现过的海豚的骨头的含量 大概也不会到百分之一 但是三分之一都是海豚骨头 就说明这拉帕奴依人 他们是大量的在吃海豚 不过就像其他 波利尼西亚人定居的岛屿一样 复活节岛上没有什么大型的动物 没有养的猪 也没有养的狗 所以海豚应该是当时 拉帕奴依人能够抓到的最大动物了 这就是他们主要的食物 蛋白的来源 就是主要吃海豚 但是海豚这玩意 它只生长于深海里头 这就意味着 那个时候的拉帕奴依人 必须要建特别大的船只 才能够到深海去补海豚 这些船显然是要用 这个棕榈树 这树干 就是现在你看见的 在画面上看见的这个 托罗蜜罗 这树叫托罗蜜罗 你必须要用这种托罗蜜罗的树 因为这树最高能长到25米 要用大型的树干 才能够造出那么大的船 考古学家还发现 在整个拉帕奴依人的食物链里头 海鸟也是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 在人类到达以前 复活节岛 这个地方没有鸟的天敌 所以海鸟在这大量的繁殖 当时至少有25种的鸟类 海鸟在这筑巢繁殖 它可能是我们现在人类发现过的 太平洋里头最茂盛的鸟类繁殖地 没有之一了 当时猫头鹰 鹦鹉 陆地鸟类 这些陆地鸟类都在这个岛上能找到 而且那个时候 拉帕奴依人吃猫头鹰 也吃鹰鹉 他们都吃 当时考古学家在这个古代的垃圾堆里头 发现了大概有六种陆地鸟类的骨头 同时老鼠也是他们特别喜欢吃的食物 他们还爱吃这个土产的老鼠 此外 他们过去的垃圾里头还留下了一些海豹的骨头 说明这个岛上曾经也有过海豹 你看 说了这么多 想告诉你什么呢 总之早期的玻利尼西亚人移居到复活节岛上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一片非常丰饶的土地 非常富饶的这么一片土地 啥都有 除了没猪没狗 海豹也有 然后这个鸟也有 老鼠也有 什么都有 所以呢 这这么适合居住的一个地方 就让当地的人口快速增长 大约在1680年的时候 人口膨胀到了大概8000到2万人 这么多的人要吃饭 所以他们开始无节制的开发 开始使用这些资源 在公元的1200年到公元1500年之间 他们开始莫名其妙的大量建造 磨碍 这个原因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时候 开始大量的建立了磨碍 可能是原始的某一种信仰 在祈祷 从那个时候开始 地层里的大型的棕榈树和这个 蚕枝和花粉含量就越来越少了 因为人越来越多 结果他们就越来越少 这些树越来越少 等进入到15世纪后不久 竟然棕榈树的花粉 在地面上灭绝了 找不到了 这岛上没有了 大棕榈的繁殖非常非常的慢 一般需要六个月到三年才能发芽 发芽以后长得也非常非常的慢 甚至在自然条件下 这棕榈树要长十几年才能长得特别高 流窜的这些大老鼠 对于大棕榈的再生 起到了一些破坏作用 因为这个芽刚出来 就被这老鼠给啃了 在岛上洞穴里头发现 几十个大的棕榈树的果实 都是被老鼠吃过之后 没法发芽了 他们都捡走了 但是毫无疑问 人类要对整个树木的灭绝 担最大的责任 因为他们要造房子 他们要造船 所以他们要大量的去砍伐这些棕榈树 然后他们还要运输摩埃 这些摩埃的运输底下都要垫着木头 对不对 他们还要烧火取暖 因为他们在压热袋 他们并不在热袋 他们还要有耕地 所以他们还要放火 要烧掉这些 哈勿哈勿这种树 虽然没有灭绝 但是变得极其极其的稀少 而且特别特别的小 已经不能再用来做这个绳子了 至于那托罗密罗这个树 哈勒达尔1956年 访问这个复活节岛的时候 全岛只剩下了最后一棵 只有最后一棵托罗密罗树 这就是全岛上了 就剩下了 这个就结了几个果子 1962年的时候 这最后一棵托罗密罗树也死了 所以托罗密罗树在这个岛上 在1962年的时候就完全灭绝 幸好当年海尔达尔 把这结的几个树架 结的几个种子 给带回了瑞典 由瑞典的植物学家进行培育 托罗密罗竟然在瑞典 花园里头 花房里头 生存下来了 长出来了 并且在1988年 由瑞典政府 又重新送给了复活节岛 然后在复活节岛上 重新种植 这样复活节岛 现在才有了新的一棵托罗密罗树 你看看多危险 这差一点这树就没有了 到了15世纪的时候 这复活节岛上的树林 森林 已经完全消失了 绝大部分的木头已经灭绝了 整个树 树种都已经灭绝了 你想想树都灭绝了 动物也没有栖身地了 所以动物种群也产生了变化 所有的陆地的鸟类 跟半数以上的海鸟的种类 全灭绝了 找不到了 1500年之后 海豚的骨头 也从垃圾堆里就消失了 原因特别简单 因为没有森林了 没有森林了 人们就找不到木头去造船了 没有船 也就没法去深海捕海豚了 他们只能在前海捕点小鱼了 这样的话 海豚是不遭殃了 树没了 对吧 海豚是不遭殃 但是前海的生态就遭到了破坏 甚至一度 这个岛的周围连贝类都没有 绝种了 这个就是没有海贝 什么什么北极贝 什么什么海虹 都没有 这种长到处都能看 牧地都没有 都已经被吃光了 这个岛长期以来 在周围只有些小海螺 所以他们这拉帕奴鱼人 后来就从渔猎 就变成了捡海螺的 后来这海螺也捡没了 捡没了以后 他们没办法 就只能去变农民了 只能上岸去种地 养鸡这样了 所以鸡肉这个时候成为了本地居民的重要的肉类蛋白来源 然后他们种这个甘薯 种玉 种甘蔗 但是土地越来越贫瘠 产量越来越低 因为森林消失了 必然会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 风吹日晒 这土壤就会变得越来越贫瘠 这样的话 整个岛就陷入到了一个长期的普遍的饥饿中 这个时候复活节岛上发生了很恶心的一幕 他们开始吃找到的所有的东西 这时候除了老鼠 但是这个时候的老鼠 已经不是复活节岛上自己的老鼠了 因为那个老鼠 玻璃尼夏老鼠在岛上已经灭绝了 就绝种了 吃没了 这个时候的老鼠是西班牙人带过来的欧洲老鼠 从船上下来的欧洲老鼠 只能是吃点这些了 当然 当人出现普遍极游 对 吃人吗 吃 还包括岛上最大的动物 人 两脚羊 你看 在这个时期 他们的妆容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开始朝着野路的走 在后期的垃圾堆里头 人的骨头 变得非常非常的常见 直到今天 这岛上最恶毒的一句骂人的话是 你妈的肉粘在了我的牙上 以后我们要怼喷子的时候 我们文雅一点 说一些他完全听不懂的梗 以后我们怼喷子的时候 大家记住这句话 你妈的肉粘在了我的牙齿上 这就是他们最最恶毒的一句骂人的话 虽然这其他地方的玻利尼西亚人也吃人 也遗留下了很多吃人的这个恶名啊 恶习啊 也有但是像吃人吃的这么普遍的 这个没有 而且人家这个其他的玻利尼西亚人吃人 是出于一些什么迷信啊 宗教啊 是出于这些原因啊 出于一些什么这个祭祀啊 出于这些原因 这是指在特殊场合下才发生的 但是这拉帕奴役人吃人啊 是有非常实际的用途 为了补充蛋白质 这是真的吃两脚羊啊 说这个今天晚上吃什么 今天晚上这个家伙 最近这好几天也没吃肉了 吃你舌吧 晚上把你舌给宰了 吃了吧 就这 他们吃人也很很常见 很普遍的一件事 食物的产量 已经没法维持这么多的人口了 你看可想是这岛上已经成什么样了 这个 这岛上这没有富裕的食物供应制作 没有吃的东西 所以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了搬运摩埃的工人 扔下了大量的半成品在运输的路上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没吃了 他们可能死了 他们就没吃了 所以他们运不动了 十公里的路 他们只能把这些摩埃没运过去的 只能扔在路上 当时呢 说这个社会的上层 比如说什么酋长啊 祭司啊 他们还初期还有点吃的 但是到了后期 这岛上酋长祭司都没得吃 吃人都没得吃 原来啊 好不容易形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 突然就崩溃了 那你想一想 到处都是饥荒的时候 那么这个岛会发生什么 当人类开始争夺那些有限的资源的时候 那么在人类社会里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打仗呗 干仗呗 当然这个岛上也不能叫打仗 因为人实际上太少 地儿太小了 就叫干仗吧 只能干仗 在这个岛上 干得着 因为本来也没多少人嘛 这岛上竟然还分了好几个国家 这是137平方公里的岛 直线距离十几公里 这走到头了 竟然还分了好几个国家 还分了好几个部族 摩埃还不是一个部族做的 摩埃是有好几个部族分别做的 所以这就是开始 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时候 这个岛上的各国的之间的战争 达到了顶峰 那个时候制造的十毛十刀 到现在了还满地都是 随便都能捡着 17 18世纪留下的杀人武器 在1700年左右 正义的不足 国家 不要侮辱人家 人家是国家 在1700年左右 历经了战乱 饥荒 岛上曾经两万人 瑞捡到了 只剩下了2000人左右 大概在1770年 拉帕奴医人 他们开始相互 推倒对方的摩埃 推倒对方国家 敌对国家的摩埃 然后还把人人摩埃的头给砍下 所以这摩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应该是 你现在明白了吧 应该就是这个国家的一种 祭祀方式 就是我们国家做摩埃 咱们谁做原子弹人 谁牛叉 他们是谁做更高的摩埃 谁牛叉 咱们这是谁越的兵 这个兵种多 人数多 武器精 谁牛掰 他们那是 这个谁造的摩埃 越高越胖 越长 脸越长 谁牛掰 所以那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 这是一种震慑其他国家的 这么一种东西 它是一种有宗教性质的 有震慑性质的 就有点是这么个东西 所以对就相当于挖祖坟 这互相之间就开始去推人家的摩埃 然后把人家摩埃的头给砍下 当这个库克船长1774年到的这个岛的时候 发现很多摩埃都已经从祭坛上给推倒在地 以至于他推测 他说这个岛上是不是地震了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灾难 到了1864年 当西方传教士正式抵达该岛的时候 发现这个岛上所有的摩埃都已经推倒了 都已经倒在地上了 西方人的到来 给这个拉帕奴医人 仅存的这几千个拉帕奴医人 带来了更大的厄运 第一次的接触就是一场惨剧 因为这个岛上的几个国家 岛上的一共有四个国家 这四个国家因为长期处在战乱 处在这个战乱中 所以比较野蛮 当这个西班牙殖民者一登陆的时候 这帮人不容分说 各个都是暴躁的老哥 拿着他的实锤实斧就冲上去了 要跟西班牙人拼命 这西班牙人刚开始还解释 我们就是来看看 我们没有恶意 我们就是来看看 当然他们也听不懂 语言也不通 所以直接拿着实斧 就要把西班牙人都砍死 二话不说就是干 就是暴躁 结果荷兰人一上岸 西班牙人一上岸 就马上就向这个 赶紧就向这个拉帕奴医人 就开枪 因为你不开枪就不行 所以这个十到十二个拉帕奴医人 就死在他们的枪口下 其中包括了酋长和祭司 带头冲 还有为数不详的人受了重伤 1805年起 这个西方殖民者 开始在岛上 抓这个拉帕奴医人当奴隶 起初啊 还是偶尔抓一两个 尝尝味儿 尝尝馅 看这跟这个非洲的黑奴 有什么不一样 起初就是偶尔抓一两个 到了1862年 巨大的灾难降临了 全副武装的秘鲁海盗 来了 八艘船来了 直接就把一千多个拉帕奴医人 全都抓走了 男性拉帕奴医人被一网打尽 一个没胜 包括大酋长和他的儿子 都全抓走了 然后呢 这个什么祭司 全都被抓走了 这些人就像牲口一样 被运到了3600公里外的壁鲁 然后卖给了当地的奴隶主 充当了开采鸟粪的奴隶 当时开采鸟粪 然后殴田用 当肥料用 结果呢 因为国际舆论 一直在谴责秘鲁 说这么和平的一个岛 当时国际舆论不知道 这个岛上发生了什么 就说这么蛮荒的 这么和平的一个岛 你们这帮秘鲁人 把人都给抓来 然后让人孕鸟粪去 人家家园都毁了 现在党上全是女的了 这个种族眼看见要灭绝了 所以在巨大的国际舆论的谴责下 秘鲁政府不得不插手 命令这些奴隶贩子 把这些人给我送回去 可是这个时候 因为遭受到了 惨无人道的对待 又长时间的旅行 又有病的折磨 疾病的那时候的长途旅行 这时候这拉帕奴隶人 抓走这1000多个人 就剩下一百多个人了 这一百多个人没办法 那塞上船往回送吧 因为政府都发话了 等在途中不幸 在船上又爆发了天花 哎呀 倒霉 旅途里头纷纷病死 最后只有15个男人 带着重病回到了家乡 但是这15个人 他们还感染了天花 于是这岛上 本来就剩下女人了 剩下这千二百来口的女人 然后被这15个人传染了天花 这帮人是躲过了奴隶饭 然后但是没有逃过瘟疫 结果最后一批原住民 死了 全死光了 四个部族灭绝的最后只剩下一个部族了 这个部族的人数一度低于了100人 当第二年法国传教士 踏上了这个复活节岛的时候 顺利的将这100个人 改造成了基督徒 因为这个时候只有上帝能救你们了 就赶紧改造成了基督徒 那你想想 这时候认字的全死了 能读那文字全死了 读这朗格朗格的都死了 只会死怒死怒的了 所以岛上的文化彻底被消灭了 连信仰也没有了 然后就是 就都改信基督徒了 所以这帮这个基督教 你想想 这基督教这些传教士 这些殖民的时候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哪个专题 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就是在想要传教 想要让当地土著人相信 西班牙人在这个印加帝国 在殖民这个南美的时候 也用过这种方法 就是毁灭掉之前所有的文字 就完事了 把所有之前的文明就完事了 你的下一代就不会再记住 就不会再还有这个信仰了 你就肯定只信上帝了 所以这帮传教士还干了一事 就是他们收集了一下 收集了一下 有朗格朗格的这木板 有这文字的木板 结果就都一把火给烧了 烧了以后 这岛上最后最后一点信仰 也全都灭绝了 现在这世界上还幸存的 25块朗格朗格 是当年的拉伊努人偷偷藏下来的 大家都挖第三池给埋下来的 19世纪70年代 侥幸幸存的拉伊努人 一看这个地方 没法活了 这地儿还怎么活 这没法活了 所以他们跟着法国人移民到了大西地 就是塔西皮岛 大西地是一个比较大的岛链 所以那块人比较多 到了1887年的 1877年的时候 岛上的人口最后只剩下了111人 1888年的复活节这一天 比较讽刺的是 当年罗家文是复活节这一天 发现的这个岛 1888年 也是在复活节这一天 智力政府宣布 一看这个岛上 已经都遮了德性了 干脆 我们接管这个岛 智力政府宣布吞并复活节岛 把岛上的大部分土地 都租给了牧羊公司 咱们智力人过来开发 搞开发 一直持续到了1953年 牧羊 就是在这放牧 让这个岛上的土地进一步贫瘠了 更加贫瘠了 今天这个岛上的人口 已经上升到了2000多人 但是只有5%的学龄儿童能够说 这个拉帕努伊语 旅游业是这岛上唯一的收入来源 他们这岛上煞也没有 现在是种地也种不活 养羊也养不肥 所以羊这还得是在新西兰养 所以这岛上2000多人 基本上都在酒店里头工作 旅游业是岛上的唯一收入来源 好在就只养2000个人 那你旅游的时候 那你总得给人看点什么呀 于是 在各国政府的帮助下 为了保存这一支人类的民族 被推倒的这些磨碍 被纷纷的又重新立起来 大的棕榈树 也从智力从瑞典重新引进 这个地方慢慢慢慢的 又开始恢复植被 这些磨碍现在成为了 这个岛上的收入来源 因为所有的人到了复活节岛上 肯定都要去看这些磨碍 对不对 这些磨碍那么萌 这些磨碍这么萌 复活节岛没有什么秘密 今天把复活节岛的来龙去脉 给大家讲 这个岛上没有外星人 要是他们有外星人 还能过成这个德行 那这外星人也够笨的 这个岛上没有什么外星人 磨碍也并不神秘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土的东西 你说这玩意是外星人做的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外星人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外星人 是不是瞧不起我们外星人 是不是 所以这个外星人不会做这么蠢的东西 这个东西 唯一说能说得上神秘的 这个岛上这个悲剧发生的挺神秘的 这个岛上确实实是个悲剧 但是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 因为这复活节岛 刚才蔡子说了一句话 这简直就是人类社会的缩影 对 这复活节岛就是我们地球的一个缩影 我们说的这些东西不就是这些东西吗 就像复活节岛 地球本身就是茫茫宇宙的一个孤独的杜琪亚 对吧 宇宙的杜琪亚 世界的杜琪亚 我们也在一点一点的正在破坏着我们地球的资源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咱们是发现不了其他宜居的星球能搬过去的 所以地球在很长时间就是我们唯一的价格 当然了 也许你会觉得说 我们肯定不能像拉帕奴医人这么愚蠢 他们连文字都没有 对不对 连最后一株棕榈树都不会保存 还要砍掉 然后连动物都不会保存 我们哪能这么蠢 可是你要知道的是 古拉帕奴医人他不比我们更蠢 岛上的大棕榈和森林不是一夜之间砍霉的 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不是有一个人做了决策说咱们都砍了 大上就都砍了 而是一个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 好几代人不懈的努力 而且他们是在缓慢的不知不觉的努力中就把这树子干没了 当最后一株这棕榈树给砍倒的时候 大棕榈早就已经稀少的失去经济意义了 没有意义了 那个时候的人就更加意识不到他有什么价值了 因为这东西越来越稀少 越来越稀少 没有人用得起这木头的时候 那么他就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那就不会有人用了 就成了一个活化石了 那砍了也就砍了 所以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 也是在这种缓慢的不知不觉的 这过程中就这么就这么造啊 使可劲造啊 就这么造啊 整个的地球 当然它的生态破坏 要比复活节岛的这个生态破坏 要缓慢很多很多很多 历史也长得很多 因为我们的人数多 对不对 有很多人也意识到了 这个今天热带雨林 正在以每年20万平方公里的速度 在从这个地球上急速的消失 被砍伐 被焚毁 被变成农场 被变成牧场 我们每年大概有5万个物种 被消灭 从这个地球上消灭了 所以这个过程 说缓慢也是缓慢 因为我们这个地球 对于我们个体来说太大 但是这个速度也是相当之快 等到了21世纪 到了本世纪中叶 热带雨林这个东西 可能在地球上就要消失了 因为现在在亚马逊流域的热带雨林 已经非常非常的小了 到了本世纪末 可能这个地球上的四分之一物种 得被你们广东人干完 得可劲儿造 造没了 估计四分之一的物种 就应该灭绝了 这个当然只是一个估计 地球的庞大 当然可以避免 我们说不会说环境极端化的 复活节岛这样 但是地球再大 它也毕竟是有面积的 它是有可居住的面积 我们有没有可能让地球去避免重演 这复活节岛的悲剧 当然有可能 因为我们拥有古拉帕奴役人 没有的东西 我们有两样的没有东西 第一我们有文字 所以我们有历史 我们可以研究 我们可以吸取历史的教训 我们也可以明白无误地 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 我们一生中只能感受到 数十年的环境变化 对于那些缓慢的环境变化 没法察觉 这就是我们跟古拉帕奴役人的区别 他们是一直没法察觉 但是我们的历史积累下来 总有一代人可以察觉 所以这是我们不一样 第二我们有科学 科学能让咱们准确的追溯到研究 然后去预测环境的变化 我们能够分析提供防范措施 但是历史和科学 只有被大多数公众接受的时候 才有它发挥作用的余地 如果公众反科学 如果公众不重视科学 不接受科学 那么它也无法接受环保的这意识 所以再好的 再悠久的 总结再精确的历史 再高的科学知识 也没法挽救咱们这个生态环境 好了 今天我们的专题 给大家留下一个沉痛的小尾巴 但是也没有多沉痛 我们看看今天复活节 早上的日子还是不错的 因为现在是个度假圣地 你可以在这儿喝喝热带的鸡尾酒 租上一间上好的别墅 找几个本地姑娘 陪你乐呵乐呵 给你跳支舞 晚上去看一看古拉帕奴依人的裸体表演 还是很好的嘛 去看一看 去看一看大地的肚脐眼 也没有差到哪去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 爱地球 爱科学 爱环保 爱拉帕奴依的小姐姐